日前經本港前往內地的44歲南韓男人 確診感染俗稱新沙士的中東呼吸綜合症 港府確認29名與患者游過緊密接觸人士的身份 當眾18人仍然在香港 當局安排他們到西貢麥里浩夫人度假村強制隔離 當眾2名一度拒絕隔離的韓籍人士 據了解他們已經由警方找回 下午送到西貢麥里浩夫人度假村隔離 ONTV都往電視新聞台那裏